2022年之后会有什么惊天事件发生的? 人类有没有可能一直生活在某个神秘组织统治之下呢? 这个神秘组织可以决定各国领导人的任免, 可以与外星人接洽, 可以确定人类发展方向, 这样的组织是否真的存在呢? 看到这里的朋友不妨点个关注, 方便收看更多精彩内容, 感谢支持。 世界上的确有这样一个组织, 虽然它并没有公之于众, 但也并没有刻意隐瞒自己, 它的势力之大连美国总统的选举都能影响, 这个组织的成员允许所有人加入, 只要你年满18岁, 且是一名被认可的成功人士, 由内部人员引荐之后, 你就可以是该组织的成员, 目前这个组织的成员已经遍布世界, 据估计应有数百万人, 他们有商界精英, 政府首脑, 科技牛人等等, 可以影响地球上的所有事情, 据说华盛顿丘吉尔, 爱迪生, 爱因斯坦, 李嘉诚, 贝多芬, 福尔泰等等, 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, 当初美国建国时, 有56位开国元勋, 其中有53个都是该组织成员, 这样看来, 美国完全就是这个组织建立起来的, 而且在之后的美国总统中, 有15位总统, 是该组织培养的成员,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大事, 都是这个组织秘密计划的, 而且这些事情的背后都隐藏着更大的目的, 比如说苏伊士运河被轮船堵塞, 表面上看是意外事件, 其实就是他们谋划出来,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, 比如说俄乌之战, 表面上看是两个国家的战争, 但实际上是该组织想要大规模消灭某些势力, 据说这个组织还与外星人有联系, 只不过呢, 普通人一直被蒙在鼓里, 因为整个世界都在他们的影响之下, 这个组织大家可能听过, 它在欧美地区十分有名, 它就是共济会, 不过共济会并非我们今天的主角, 我们今天聊的是秘密政府组织的预言, 这个秘密政府组织虽然起于共济会, 但却高于共济会, 它的名字是光明会, 共济会已经是无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, 那光明会又是什么呢? 据说光明会是在1776年的时候, 有一个叫亚当的天才建立, 亚当24岁的时候就成了教授, 还研究神学, 起初他学耶稣, 之后学习了埃及神学和犹太教, 在融合了众家之长后, 亚当决定成立建立一个新世界, 于是他成立了光明会, 在光明会建立之后, 他凭借自己的地位, 拉拢了一些共济会的成员, 共济会中都是人类的精英, 而亚当只拉精英中的精英, 光明会的势力也越来越大, 后来呢, 共济会的成员甚至都已能加入光明会为荣, 到了现代, 光明会依然存在, 他民面上的机构, 由坐落于纽约市联合国广场, 666号的路西法基金会运行, 而在暗处的势力, 到底有多庞大, 就无人知晓了, 不过在几年前, 曾参与2016美国总统大选的, 美国著名律师安德鲁, 突然站出来说, 要曝光神秘组织的神秘计划, 而这些计划呢, 与未来与外星人有密切的联系,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超脱于共济会的神秘组织光明会, 竟然已经实现了时空穿越,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这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爆料, 是正义揭露, 还是哗众之宠呢? 这位民校安德鲁德美总统候选人, 出生于1961年, 毕业于剑桥大学法律系, 他在论文中提到, 早在1981年的时候, 他就被美国通过时空机器, 送到了2054年的火星, 在那个时候, 火星已经是人类的外星基地, 他表示, 参加这项计划的还有14个青少年, 其中就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, 当时奥巴马只有16岁, 那么这个计划是做什么的呢? 这个计划是被称为飞马计划, 是光明会联合美国军方, 秘密进行的时空穿梭计划, 由于安德鲁的父亲参与了该项计划, 安德鲁在7岁的时候, 就成为了该计划的参与者, 时空计划的科学指导理论, 是尼古拉特斯拉遗留的技术资料, 即使用辐射能技术使时空发生有区, 通过虫动实现时间的远程传输能力, 安德鲁表示, 他第一次穿越时空, 是去到了109年前的世界, 目的是会见曾经的美国总统林肯, 而且将一封信交给他, 安德鲁当年年纪还小, 面对穿越时间这种事情比较紧张, 还不小心跑掉了鞋子, 他原本是想去捡鞋子, 但鞋子的虚拟影像, 也不小心捡鞋子, 或者是想去捡鞋子, 我会遇到十分钟了, 还不小心与你不及时代表我来救出, 但是马上就会捡鞋子, 他也不小心捡鞋子, 而是想去捡鞋子, 他就会捡鞋子, 但我来说, 只要是想去捡鞋子, 那是想去捡鞋子, 他就会捡鞋子, 但是我可以捡鞋子, 所以我会捡鞋子, 他就会捡鞋子, 如果那是想去捡鞋子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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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